于子乡公所为了要打通水色通往五城的道路 日前由现议员陈早宇陪同相关单位请往会刊 陈议员指出目前规划一条休闲自行车道 并预计有水色通往五城 于子乡公所为了要打通我们水色跟五城的一个通路 特地委托我们行政院中部办公室 跟我们的体育署邀请他们 今天来实地的探寒 看我们这个自行车的一个道路 实际的一个规划的状况 今天我们看到这条道路是非常具有前瞻性 对于我们整个水里国姓与子三个乡镇 有非常重要的枢纽 跟整个环状的一个休闲的自行车步道 做一个更详细的一个规划 陈招议员表示这条道路非常的重要 不但能够带动地方观光 也能结合邻近的乡镇来发展 希望在会堪后能够尽速规划并丈量 经费才能够到位 而且我们看到整个这147线 可以带动从国姓进来 整个客家的一个村庄 以及水里乡的新村 要怎么样来结合我们客家的一个文化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条道路 所以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部办公室副执行长 他副执行长以及体育署的长官 以及县政府都前来会堪 透过我们整个规划 当初的规划公司以及与子相公所 都做一个实地档的一个出堪以后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来规划 实际上来丈量 然后让我们的经费到位 头147线目前规划一条有水设通往五层的休闲自行车道路 并由现议员陈朝玉陪同相关单位前往会堪 在会堪后 陈议员希望相关单位尽速规划并丈量 早日发包施工 提升地方经济观光发展 记者邱平易 于此采访报道